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川普 確定當選美國新任總統 對此總統賴新德 晚間透過社群平台發文恭賀 強究有信心 台美之間長期的夥伴關係 建立在共享的價值與利益上 會為雙方國人帶來昌盛的經濟繁榮 副總統蕭美琴 晚間出席活動時 也被問到沒選結果 副總統怎麼看沒選結果 會恭喜川普嗎 點頭微笑沒再多做回應 稍走總統府也發表正式聲明 除了恭喜川普跟范斯 當選新任政副總統 也感謝拜登跟賀錦麗 在任內對台支持 強調無論歷經哪一個政黨執政 台美關係不僅更加堅定 且持續進步深化